今天要给大家开箱一下广汽丰田首款MPV车型 也是很多奶爸翘首以待的塞纳 来 看塞纳在这里了 开 开玩笑了 这什么鬼 其实这个是 广汽丰田在昨天父亲节给我寄过来的礼物 他们趁着父亲节这一天呢 是正式公布了他们要引进并且国产赛纳SENA 但是有意思的是呢 昨天广汽丰田是完全没有发布他们这个赛纳国产车型的任何形象 所以我觉得他们可能留有一手 到时候国产车型的外形设计呢 很有可能跟北美版的就他们要引进的这个版本是不一样的 不过我们可以先看一下北美是长什么样子的 在北美那边呢 赛纳是有三个车型 顺便说一下啊 赛纳这个车其实在北美已经卖了有四代了 现在就引进这一代是第四代车型 在北美也是去年刚刚才上市的 这三款车型呢 分别叫做L1 XSE 还有一个 PATIM 对 就是薄金版 简单来说吧 就是一个入门版本 一个是运动版 还有一个呢 是四驱的版本 那外形上呢 这三款车型其实也挺不一样的 入门版本就中规中取吧 然后我个人最喜欢运动版 因为运动版的下面 那个进气口的下面的两方呢 会有一个很明显的 像现在这一代皇冠一样的一个进气口 然后国产的时候呢 我觉得广播应该会拿这个运动版来作为一个蓝本 但是他们不会直接拿过来 为什么呢 其实我们认真看一下啊 这个北美Siena的设计是跟汉兰达的设计是有点不一样的 它其实更像 有点像广风现在在国产的威兰达的那个设计 两边其实有一个暗含着 有点像雷克萨斯那个仿锤型的这样一个轮廓线在这里 所以我觉得广风在国产的时候很有可能 会用到威兰达同样的处理手法 就是把它的那个梯形的下进气格扇 把它稍微的往上做一点点 做成一个小小的防锤仿锤型 那这样子看起来呢 就会有点雷克萨斯LM的感觉了 那如果我们转到侧面来看一下这个Siena 就是赛纳这台车呢 会发现啊 它这个侧面的线条跟轮廓 跟新的汉兰达是非常的接近的 然后尾部呢是我最喜欢的 因为这个尾灯哇实在太漂亮 而且这个尾灯是不分版本的 无论是L1版还是XSE版 还是那个薄金版 它的尾灯都一样的 有点像雷克萨斯LC的那个尾灯 非常的漂亮 其实这种尾灯我们在 凯美瑞的运动版车型上面 也有看到过的 那这个时候呢 可能有朋友会提出一个问题啊 哎老师为什么Siena的设计 会那么运动化呢 其实这个呢 就跟这台车型它的销售地区 是有关的 好我们来说一个车型啊 就是丰田的阿尔发Alpha 大家觉得Siena跟Alpha有没有关系呢 没有关系是吧 其实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这两台车就是丰田针对不同的市场环境 演化出来的同一个兄弟而已 为什么这样说呢 你看MPV 七座MPV车型是全世界都有这个需求的 但是在日本本土因为它们的路很窄 所以呢像Siena那么宽那么长的车型 在日本的街道上面是很难行驶的 它们就因应日本的街道特点 去开发了一个比较短一点 比较高一点的七座MPV 窄一点高一点短一点 那这个就是阿尔发了 但到了北美的话 你拿个阿尔发这种车型到那边 人家就会觉得 为什么要把一个MPV做成那么奇怪的造型呢 我们的路那么宽 我们的地方那么大 而且北美的人大概知道体型也比较大嘛 所以它们那边的七座MPV呢 就演变成为后来的Siena了 那这两款车型Siena跟Alpha 其实在全世界不同的市场呢 基本上是不会有重叠的 但是我找到有一个特例的地方 就是我们的台湾省了 在台湾省那边呢 他们的丰田啊 他们的总代理呢 是同时引进了Siena跟Alpha的 所以我特意去查了一下价格 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啊 就是首先说Alpha吧 他们的 他们现在也是这个2.5的混合动力版本 然后在台湾那边呢 是只有一个配置的 是卖286万新台币 人民币是多少我们不管它 我们对比来看 然后Siena在台湾那边呢 有两个版本 高配的版本是279万新台币 你看Alpha286 然后Siena是279 基本上是一样是吧 所以从这点我们看出来 这两款车其实它是差不多的 那为什么会提到这个问题呢 其实我在昨天就写了一篇文章 去介绍这个广西丰田要生产的Siena 然后呢我就在文章里面说 我估计这个车型国厂的价格 会是32万到42万之间 然后就有朋友说了 哎不对哦 没可能那么贵的 32万到42万太贵了 你看这个车型 把它北美的这个售价折算贯人民币 也就20多万 不可能卖那么贵 哎 所以我就要提一下了 其实一个车型的定价 并不是根据成本来定的 虽然说这个车型在北美那边的售价 不是那么贵啊 但是你看 Alfa在中国卖多少钱 88万还要再加价是不是 所以说啊 Siena到时候国厂之后的价格呢 不会那么简单的 把北美版的这个定价 拿过来算一下 然后就算出一个人民币的价格 这样卖就算了 它会根据中国的市场环境去做一个定价的 好那这里就要引出了 那Siena的对手 或者说他在中国市场的定位 到底是在哪里呢 可能很多朋友会说了 那当然是奥德赛嘛 你看一个是丰田的一个是本田的 同样是七桌的MPV 那当然跟奥德赛是对标嘛 那其实不一样的 因为我们国厂的奥德赛呢 是引进了日本的版本 然后像我刚才说的一样 日本的奥德赛跟北美奥德赛 其实不是同一款车来的 日本奥德赛就有点像 我们刚才提到Alfa那种 因应日本的市场 然后做出那种比较短一点 比较窄一点 比较高的车身 但北美那边的奥德赛呢 其实就跟这个Siena是一样的 又长又宽又扁的这种车身的设计 所以呢 来到中国之后 我觉得Siena要对标的 应该是G18吧 因为它的尺寸 跟G18是非常接近的 只是比G18小了一点点而已 那因为G18 它ES陆尊的价格就是 三十一万九千起吧好像是 所以我昨天在文章里面 才会说 这个新的Siena的定价 应该会在三十二到四十二之间 其实我就参考了G18的定价 但是后来 我今天早上又想想啊 可能还真是不对 那这里呢 就要说一下Siena的一个车型的定位了 你看啊 无论是我们刚才提到Alfa也好 或者说G18也好 它们很明显是后座取向的 就是它这个车的设计是让后面 坐在后面第二排第三排的人 更加的舒适更加的愉悦的 但是Siena这台车呢 我觉得某种程度上你可以说 它是平衡的 你看我们说一下机械上面吧 第三代的Siena 就是一个比较像现在的Alfa那种的 就是后座取向的 但到了第四代呢 有个很大的改变 就是它的悬挂形式改变成为 前麦佛逊后双插臂 这个很奇怪啊 它不单是四个独立悬挂 而且后悬挂使用了双插臂这种形式 然后这种形式我们都知道了 一般是那种针对操控的车型 才会用这种前麦佛逊后双插臂的 即使这个新一代的G18 后面用了独立悬挂 它也是用了一个多连杆而已 也不会用到双插臂这种独特的形式 那另外在动力上面呢 这一代第四代的Siena 它用的是只有一个动力版本的 以前还有3.5的V6的 现在都没有 即使在北面也没有了 只有2.5升的缓回动力的 只有丰田的THS 二代的这个动力系统 但这套动力系统呢 它并不跟我们的 现在威蓝达那套是一样的 它的电机它的电池都有相应的提高 所以它输出的功率呢 其实是比较高的 然后还有一点呢 就是第四代的这个Siena 它是用了TNGAK的一个平台 那这个平台呢 我们在新的哈兰达 还有威蓝达上面都已经见过了 它有一个很大的好处 就是它整个重心 会比以前的丰田车型的 会更加的低 从而带来一个效果呢 就是操控性更好 所以这一套东西加起来 你看啊 更低的重心 然后这个动力呢 也是这种偏向轻快的吧 然后这个独特的悬挂 双插背后悬挂 所以这台车的明显 是有照顾到这个驾驶者的 然后关于Siena的一些配置呢 我今天就不想展开聊了 因为配置这些东西 我们都知道 广风引进的时候 它可能还会做很多取舍 甚至增加一些东西 所以现在我们拿着北美版本来聊配置 好像没什么意义 不过呢 在北美车型上面 有两个很有意思的配置 我倒是很希望 到处广西丰田会保留下来 一个呢 就是感应式的电动滑门 对MP车型肯定有电动滑门嘛 但是呢 这一代的Siena做一个很大的改进 就是感应式 就是我们之前见过那种感应式的 脚踢开的后尾门 但是呢 这是第一款脚踢可以开的侧滑门 同时这个侧电动门 在车里面呢 也会有一个开关 这有点像劳斯莱斯的感觉 是不是 大家想想 以前我们做这种MPV车型 G18也好 奥德萨也好 当这个车门打开 我们坐在第二排的时候 要把它关上怎么样呢 要扭过身去这样来关门 是不是 但是现在呢 你只要很优雅的 往前面B柱上面 按一下那个按键 门就会 我关上了 非常的豪华 是不是 那另外一个特别的配置呢 就是这台车的第二排 会有一个1500瓦输出的220V的插座 对这个配置其实在很多的北美版车型上面是有的 但是引进到国内之后呢 我印象中应该是没有的 那这个东西呢 如果你真的把这台车开出去 比如说野炊啊或者是旅行啊什么的 是很方便的 1500瓦可以带动很多东西了 甚至你可以在旁边打个小火锅也是没问题的 好了关于这台广汽丰田的赛纳 我知道的信息都已经跟大家分享了 按照他们的一个产品的步调吧 我估计他们会在今天11月份的广州市场 会正式发布这台车型 然后到时候呢 我也去我也会去关注一下 那如果你也对这台车型非常有兴趣的话 那欢迎先关注我们 然后点个赞 然后记得在评论区里面去吹耕 那么我到时候就会更加有动力 去帮大家去了解更多这台广汽丰田的 首款7座MPV车型的一些内幕消息再告诉大家 好了今天先到这里 我是陈楚连拜拜